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, 因应今年九合一选举, 国民党中央即日前成立由丽人党主席、 副主席、 正副院长及人物领军的中央助选团, 为个直辖市、 县市长参选人站台助讲, 预定本月底还有一支由国民党副秘书长郑丽文筹划, 以妇女、青年为主要成员的助选团成军, 重点将以国民党推出的三项公投议题为主, 深入乡政基层宣扬诉求, 并强调与基层民众互动, 国民党15日将由首播县市长参选人竞选总部成立活动, 分别为苗栗县长参选人徐耀昌, 金门县长参选人杨振武以及新竹市长参选人许明才, 其他各县市参选人竞选总部成立 以及选前各种造势活动场, 也都已经陆续提出邀约, 有组发会负责协助安排中央助选团下乡造势。 郑丽文受访指出, 有别于中央助选团配合传统大型造势活动, 这支青年、 妇女助选团将走完全不同的路线, 会深入基层相阵, 采取小型规模, 由于仍在筹备中, 细节还无法说明, 过去单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时, 郑丽文曾经筹组过台客助选团, 助选园有特殊造型设计, 还打造了舞台宣传车, 但这次他说,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, 现在不流行台客, 尤其国民党资源有限, 一切只能从简, 但形态上仍会朝活泼设计, 并强调与选民互动, 配合这次九合一选举, 国民党推出反空污、 反深澳电厂、 反核实等三项公投议题, 郑丽文表示, 妇女、青年助选团将以这三项全国性议题为宣扬重点, 希望9月底前正式成军。